沿海 只有台南可以 跟廈門 交往 你其他這些港口啊 都不准直接 到大陸去做貿易 就好像有點像以前 我們那個香港 我們台灣沒有準備到 只能從香港的時候 就感覺很冷 現在可以直接飛上台 心情就很好 那個意思是一樣的 所以 一開始的時候怎麼只有台南可以 就變成說 你所有這些產品 農產品你要先全入運到台南去 然後再 從台南統一出口 奇怪 然後直到後來前農末年 整個台灣已經開發了 差不多 他們終於開放了 接連開放入港跟 兩部這個巴黎奔 這兩個港去對比 那這樣子開放之後呢 就更促進 這個商業的貿易 也就是說地方的經濟 會更加少 那在台北來講的話 這個巴黎奔就是 現在的巴黎 在淡湖對面 這個是清朝官方認定的一個 等於說 等於說他們那個 你出入港 要檢查 可能要抽稅啊 等於說檢查你那個 貨物怎麼樣 是在這個地方 但其實他是在出海口 他也沒有什麼 所以其實當時 整個台北等地的 這個 平原的開發 他農產品你要集中啊 是在 最早是在新莊 新莊是最早的 但之後 因為港口淤跡的問題 他逐漸莫落 然後蒙甲就起來 取而代之 其實蒙甲開發也很早 蒙甲在乾隆五年 就已經見蒙三世了 這等於說蒙甲在乾隆年間 就已經開始發展 只不過他只有 他是在嘉慶道光 尤其是道光年間的朋友 達到鼎盛 變成台北本地最大的 甚至還有 就是一十二入三門 的縮商 然後之後 再之後呢 從日年間開港 東商 我剛剛說外國人來這邊 開茶行 做茶產業 他造成轉而成為 台北地區最大的事業 所以說這個 在很短的時間 一兩百年內的時間內 這個 港口的 港口不斷的心替啊 就是說都不會持續太久 來我補充一下 其實這個room是我做的 我已經要模仿了 你看我這個room的吧 喔喔喔喔 然後這裡的話我先補充一下 然後就是說這裡的話 就是說新裝的話 以前叫新直撞 那中心的心 那個直線直 直線的直 然後新直裝 然後這裡 在日本時代叫簡稱叫新裝 然後那個新不會寫 就變成這個新 叫這個新裝 然後以前的話 其實在蒙甲地帶 其實有一個叫台北湖 台北湖 台北湖的現在的位置 是在盧中 然後三重的北上一端 然後這個大大大那 沒有到那個101那沒有啦 那騙人的啦 那最大的話 就是從關渡開始 接到那個 那個三重一代而已 那蘆座全部都不見 包括設置島 那以前叫那個台北湖 然後新直撞 那個新裝會發展 我會說新直撞的發展 其實就是那個大船 可以經過台北湖 然後到最遠的陸地到哪裡 那就是新裝 那個新裝的地方就是 它可以上街三峽 那桃園這一代的破戶 送到新直撞之後 然後再經由淡水 以前叫護圍 然後那巴黎笨的話 巴黎笨以前 不是巴黎笨 巴黎笨等於淡水啦 即使叫古名叫那個巴黎笨啦 那一代 那其實就是叫護圍 就以淡水的出去 然後再集中出來 然後再往出去跑出去的 然後為什麼這樣子 就是因為台北湖的淪陷 那個那個時候 開始那個衣衣機之後 才導致那個港口 逐漸的北移 然後從新裝鋒獎到那個大稻城 而大稻城會起來的話 其實它經過有一個就是 那個頂上交拼 頂下交拼就是起來 頂下交拼 那個大稻城的起來 就是頂下交拼 那一代人 以前大稻城的祖先 是住在現在台北市的薄皮寮 就是或是叫那個什麼 柏小那一代的 忘記忘記 那個柏小 結果其實很大 老中柏小 老中柏小 在老中柏小一代 就是說 其實只有大稻城的祖先 都住在那一代 然後就是打輸 打架打輸 那個架是什麼 就是人的 頂上去對台 兩個頂上去對台 台到36個都不 然後宋崗町蘇乙 然後那個大稻城的祖先 叫蘇乙 那個落跑 落跑到大稻城就會來 開始開拼 然後 然後那這一代 其實應該是在光緒連結 而同志會開趕的話 它的中間的關鍵因素 就是那個銀霸戰爭 把那個古門那個北 北京台灣簽下去 那就才把那個台灣全部開放 因為沒辦法 就是因為 而且我們台灣的這個開趕的話 其實是伊褲戰 福建的虎門 虎虎門那一代 就把它給全部 因為它只是把 那就是說 因為台灣省算是 以前沒有省嘛 就是福建省的一代 所以說把這些開趕全部開了 才會把它大到省起來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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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到省 大到省就像他剛剛講 就是因為底下教兵才 以前 鴻甲跟大到省都是 全州三億人 他們 對不對 都是全州人 全州是地下台法 鴻甲是三億人 大到省是同安人 都是全州人 然後 修台這樣 不然為什麼大到省會 茶彩葉落腳來大到省 因為 鴻甲非常排外 當時 鴻甲是最大的 台北人力最大的世界 但是 他們還是養長 所以 要來跟我們分開 根本都沒有養長 所以 本來有一戶已經落腳 在那邊 想是被趕走 他只要跑到大到省 所以才變成說 後來整個大到省起 然後講到這個產業開法 其實就是說 所謂四階的興起 是跟經濟有一切關係 所以一定要講到產業 這個 蟑螂的開採啊 因為台灣是世界重要的蟑螂產業 蟑樹的產業 尤其是在台灣中北部 但是清朝 然後 並沒有很重視這個 這個東西 他就是 對政府來說 這個最好用的就是拿來造船 所以他們就蓋的 在當時在台南蓋 營工廠 然後 然後 前融年間也在明甲社 營工廠 開採這些張路去造軍情 所以他在講過這樣子 但是對於外國人來說 蟑螂是可以做蟑螂業跟不煙火 就是現代工業的一種 重要材料 所以外國人在 清朝末期的時候 就 主動置這個蟑螂 開採 而且這其實可能是蟑螂 蟑螂業 工業原料啊 而且原件是塑膠 就是硬片啊 它就是生產一些近代的工業的產品 一個很重要的原料這樣 所以 而且 因為當時 台北還沒開發之前 就是遍地都是張樹 所以說漢人要開材 要開墾水田的話 他們要先把樹都除掉這樣 所以 張老這個產業等於是一個開墾水田 所以可以想見當年一定是很多張老人 那張老的開採是到日本時代都還 日本人很不會做這個生物 他們就入山 尤其是在山峽大型 在日本時代是最開採張樹 那他們這個張樹不是說 我把樹砍下來運到平地去練不成 太花工夫了 他們就是在現場 把樹砍倒 然後把它 把它削成木屑 然後呢 用這個罩去烘 它這個下面是在燒火 然後有一個鐵鍋在這裡 鐵鍋裡面裝水 就是這個水 倒下去 到鐵鍋裡面 然後上面放一個木桶 然後呢 把這個木屑放到鐵鍋裡面 泡在水裡面煮 它就會有那個真心 那個腦 腦就會跟著水真心 跑上 然後再倒扣一個 陶在上面 因為凝結在陶 這個就是 輕材料鏈 髒腦的方式 然後日本時代 髒腦也是在山裡面 髒腦的表面 但是它的罩的 形狀有點不太一樣 就這個很彩 然後另外一個很重要的產業就是 就是那個 染料 這個其實可以分兩部分講 一個就是染料的製造 跟塑膠 第二個就是 拿染料來染布 就是染布營 這兩個 那大金 是北部漢人最早種植的經濟作 那康慶寧嚴格有很多東西 而且 其實蒙甲啊 蒙甲為什麼會這麼有錢 他們就是做兩個最大的生意 一個是 倒米出口 還有曾經記得倒米 一個是 做那個 染料 就是 染電 你看喔 前中五年說 主導建龍山寺的這個副商 他就是做的 藍電跟柳房的生意 然後呢 藍電他也有一個 這個產 因為 藍電 應該叫藍草 它的原料是藍草 他這個東西就是說 它很好種 你不用太費心去照顧 它隨便就可以長出來 然後也不需要太多水 所以等於說 在當時農家是一種樹葉 那我種到之餘 我再種一些 染料的這樣 但是到後來 就是說 這東西形成一個規模之後啊 它是 有利可取 它的產 它的價值比 高很多 所以就變成說 有商人進來 你看喔 農家北交投資 動不大盡 就等於商業資本 他 投給那個農民 他可能先給你一筆錢 就是給你 你給你訂 然後你到生產之後 變成一種商業化的生產 那為什麼是北交的投資 因為北交當時是做 上海寧坡 就往北 往北旁 上海寧坡那邊的生意 當時江南 中國的四支品 是江南 是最 最煩惱的 所以他們是進口 出口那個 染料到上海 然後從上海再進口 是成為台灣 就做這樣子 所以在這樣子的 產業發展的 情況之下 這個種燃草啊 從平地一直 往山地擴展 就是在 19世紀中葉之後啊 變成說 台北盆地 台北盆地本身是種水道 但是盆地的周圍這些 靠近山區這些 山層就是 像細紙的那種 死定深坑 清晰 三強 就是主要生產的 產業 然後我這邊就畫了一個 染坊的想像子 就是說泥染是 剛剛生產出來的 它是有點厚 水分很厚 這個原料拿來的時候 先放在這裡 然後它呢 要 染布是在這個染桶裡面 染缸 它這個黏 放進來之後 還要加石灰啊 加裙 可以調配啦 然後要 給它放 等它發酵之後 變成可以用的染料 然後再下去染 染一次 就是 就深一點 兩次就更瘦 就看你要 怎樣顏色 就染幾次 然後染完之後還要去洗 為什麼三峽的那個 染布這麼 這麼 這麼發達 因為它 第一個它生產 染掉 第二個它靠近三峽 三峽洗了 所以它那個 這個後門出去就是吸了 所以它就直接 排合 把那個布啊 然後就 去去裡面洗 然後就吸一邊曬乾 再拿回來再染 就是很方便 就是這個 然後 喔 布再染之前還要 還要先煮過 你看白布煮過 就不容易退出 它加一些有膠質的材料 它只能寫咖啡室 然後打底 那個讓那個染料可以吃在那個 然後呢 染好之後呢 還要用這個 它布石去把它黏 黏起來 然後布擰得很平整 而且呢 可以變得很光亮 會發亮 然後 剛剛講到是 那個兩個 那個 產業 那 現在講的是 水田的開墾 就是 漢人道台灣最重要的一個 開墾的作物就是 種水道 那水道要很多水 所以變成說 你開墾的成功與否 就取決於你的水 就去你的 開發 啊 康熙一末年 這個 陳奈章 這個肯號 最近的台北盆地 開始開墾 然後 到整個乾隆年間啊 水 那個台北水郡的那個 開發面積 佔了整個清朝的70% 也就是說 等於是整個台北盆地的開發 是在乾隆年間就已經 大致已經比定了 在台北盆地最大的是 檸檢 這個很永遠 但是在整個盆地來講 最大的是 板橋裏 大岸 這個 我畫這個 就是 水菌 然後另外一種 是那個 皮糖 這個就等於大水池 下雨下下來它就會 稀釋 這比較簡單 那水菌需要 需要人工去開發 需要投入資金 資本 這要很花錢 那這就是我想像 當時的一個 台北盆地的這個 农村的樣子 那些水菌